德不坏身,无能害顾 二,德不坏眷属,无能破顾 三,德不坏性,顺本业顾 四,德不坏法行,所修兼顾顾 五,德不坏善知识,不狂惑顾 四为五,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尘佛时得证卷属,珠摩外道不能举坏 所以两个舌头讲是非,你什么东西都会坏掉 身体,婚姻,家庭,社会信用都会不见掉 所以这个嘴巴影响力很大 所以叫不可坏 你的身体不生生世世不残缺 不会被伤害 而且你离开两舌人,你去红木区回来 没有一个鬼可以附在你身上 所以因为这些某种鬼 你这个人有两舌人,他就专门就附在你身上 所以这个口业对你很重要 得不坏眷属,不会离婚 子女不会讨厌你 包括我们修行人在团体里面不会跟人家吵架 所以再来得不坏性 因为顺着你的不良舌 所以你讲什么人家相信 而且你对三宝对真理也会得到一个不退转的信心 得不坏法行 所以有些人放生久了不放生 念佛久了不念 燕供还不错 别人跟他讲一讲 我一辈子不做燕供 一辈子不念那个咒了 因为什么 他得到一个坏的法行 这个法行本来就可以让你解脱成就菩提的 天天帮他做佛像 帮他整理 因为主人每个地方都整理得很好 那这个叫不退转 十几年后此不会改变 让仁波切都专心的去跑 去弘扬佛法 那这一点各位要坚定 因为当然你要讲是非 这个事情太多可以讲了 讲不完 但是你要保持念念 注意注意不到自己讲 而且希望将来成佛能够后成佛时得正见书 修行人 我看到有些修行人本不错 但是他旁边交了坏朋友 很可怜 就有点洗脑洗脑洗脑 他就跑掉 所以搞破坏一样 他交到坏朋友 那你就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修行 你会得到证捐数 不但得到证捐数 比如说 今天你有五个人在公司里面 这个人不好 他自然护法神就把他推开 所以你身边没有这些坏朋友 坏捐数 你旁边都是一个端正的 善良的好人 这个是很大的福报 所以诸谋外道不能举坏 所以各位 念一下 愿生生世世 不说人是非 不良舌 当愿众生 得不良舌功德 反过来 恶口 这个恶口最容易了 再怎么痛苦 不要骂 因为一骂真难听 什么坏事都讲出来 事情过了就算了 离恶口 念一下 有这个清净 得到这个清净业 八种 父子 父子龙王 若离恶口 即得成就 八种敬业 何等为八 一 言不乖度 二 言皆利益 三 言必弃理 四 言辞美妙 五 言可成立 六 言则信用 七 言无可积 八 言敬爱乐 四 是为八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者 后成佛时 具足如来 泛淫身相 当愿众生 得如来泛淫身相 得如来泛淫身相 这个不可思议的声音跟功德 所以 一云绕两 今天你听佛讲一句话 把那个声音重到你深深远远的意识里面 而且不断的在以最好听的在告诉你 所以你心里面就会浮出来 所以 对佛来讲他不用翻译 所以他讲什么话 所有友情都听得懂 而且都 听可以得到解脱 叫声闻解脱 声闻就是听佛讲 他就开悟了 他就出家了 所以 但是从今天开始 永不骂人好不好 人总要要求 就像以前的公司上班 都是这样 早上要上班 要面对面 看对方 从头看到尾 穿得好不好 有没有符合规矩 那佛法是看心 这个为什么要看佛像 看佛像要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有没有很庄严 端端正正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所以 那你要看眼神 端正 这些都要抓得很紧 所以来 父子 龙王 若离其语 即得成就 三种决定 何等为三 一 定为 自人所爱 二 定能以智 如实答问 三 定于人天 威得 得罪圣 无有虚妄 事为三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即得如来 诸所授记 皆不堂捐 所以得到每一个善知识 包括佛 肯定你 你将来绝对一定可以利益众生 成佛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圆满 杰弗堂圈 那叫旗遇 旗遇就是聊天 台杠 或者喝酒就聊 聊天地 聊足球 你就不要聊我就好了 不能叹诗 那事实上这些都是旗遇 聊天就是要对对方有帮助 才要聊 可以对你的生命有快乐 可以解除你的痛苦 才要讲话 其他人不想讲 所以各位要养成这种说话的习惯 这个说简单很简单 说难很难 你讲话的问题在哪里 有没有找到重点 让人家听得进不听不进去 那这些一定要有裁判 就像我看现在网络 一个人唱歌 四个裁判坐在那边 对不对 然后还跟你批判 那一个人如果不这样 你怎么会进步 你怕批判 你怎么会进步呢 所以各位永远 你要是情境善知识 不管是在家出家 我的缺点你告诉我 告诉我 让我有进步的空间 我晚上睡觉会不会打呼 那我上厕所 我做什么事 你要要求自己才有办法 所以我想 但是人总是这样的 就是说 反正这个人讲话不好 不要跟他讲话 这也是消极的 我们如何去改变他 帮助他 那不然就至少回向给他 用各种方法 或是你守这个愿 事实上今天你碰到一个人讲话很难听 为什么别人碰不到 你碰到 是因为你过去就是这样对人的 就像我爸爸为什么跟我讲话这么严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样对人的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讲话就不要太严了 太下命令了 所以要怎么改变自己 不然你那个口语也改变不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这个人从出家那个声音 到他死都是那个声音 曾经有一个出家人说 师父我出家就想要去敲木鱼 我说你这辈子你好好修才有可能 因为你一敲木鱼大家都起烦恼 那可不可以改变 有啊 这个改变不是你每天敲 是你改变你的业 你这个业没有了你就敲得准了 你这个业你永远敲不准 这佛法是可以改变的 你不能从外追求 而是从内改变 你的我执 你的某种行为改变了 木鱼就可以敲了 就可以唱了 就可以做为奴了 就可以说法了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就要有决定 我从今天开始 所以你不保持正念 你那个讲话习惯已经习惯了 习惯就是聊聊是非 有的没有的 当然各位像你下课以后 也聊天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你要记住 就是因为对方是来守 包括在这边 我讲的话一定要对他有帮助 是利益他的 而不是聊一聊懂聊戏聊 那你去了解对方从哪里来 现在几岁结婚了没有 你干脆问离婚了没有比较快 然后目的是想要帮助对方 而不是说探对方的意思 就是你动机还是要抓住吧 动机还要抓住 就像我看到我小朋友 我第一个问了他爸妈 他会讲中文吗 会 一定要学中文 你不学中文经典看不懂 那你经典看不懂 我们白来了 所以这个中文要学好 而且要让他看经典 看成习惯 要想办法 因为对对方有帮助 后面这四条在背着 不忘于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其余 永远讲真实于 柔软于 和和于 利益的缘 那你要变成你的戒律 那你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 起心动念 讲话 你要让这个善法不间断 所以那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十三页 千万不要有十二页 永远在十三页 所以这也是基本基本 再来谈城市的问题 父侍龙王若离贪欲 即得成就五种自在 何种为五 一三页自在 诸根具足固 二财务自在 一切愿贼不夺固 三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物皆被固 四王位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献固 五所获之物 过本所求 百倍殊胜 由于习时不间疾固 事为五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三界特尊 皆共敬阳 父侍龙王 若离称慧 即得八种喜悦心法 何等为八 一无损恼心 二无称慧心 三无征诵心 四柔和执执心 五得圣者慈心 六承作利益安众生心 七身相端言 众共尊敬 八以何忍故 素生犯事 事为八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得五爱心 观者五燕 记住啊 得五爱心 你的内心里面没有关爱 充满智慧 而且更重要 观者五燕 所以看你就会起欢喜 起伐喜 所以各位 你如果平常爱生气 你怎么化妆呢 有一个镜头 会让你看到你会怕 会觉得很讨厌 所以哪一天 如果有人跟说 我不想到看到你 真的会很痛苦的 因为看你就起烦恼 这不好 修行人 没有分年纪的 你要断除这个称惠心 生生世世 别人看到你会欢喜 而且进一步还可以 接受你的正面 还是听闻佛法 再来 父子龙王 若离邪见 即得成就时功德法 何等为时 一得真善意乐 真善等律 二生性因果 宁允生命 终不作恶 三为归一佛 非于天等 四执心正见 永离一切 吉凶以往 五常生人天 不更恶道 六无量福会 转转增胜 七永离邪道 行于圣道 八不起身见 舍诸恶业 九助不爱见 十不堕诸难 是为时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秒 菩提哲后成佛实 宿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在神通 我们简单回向大家做佛前供养 不过我只是很希望告诉各位多看经典 因为所有佛陀的教法写得非常非常的圆满 事实上后面更圆满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是五界十善 我是无上菩提心的 我不用看这个 有些人都有这些 才是真正问题所在 因为你把五界十善没有修好 你得不到那种 我解释了 受罗 echo 优优独是 这军肯我 甚至你得不得到 你个人 你费为你费为我